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因為我覺得我當天 然後呢我在考試六月中六月十五號考試的當天 然後還覺得我應該不會通過 但是呢那時候呢占卜的結果是好的 然後 大家好我是喳喳的賈斯汀 這邊呢最後是我頭號粉絲我的老婆卓堅雲 哈囉大家好 在六月份占卜預設的時候啊 我的頭號粉絲啊我的老婆 她是第一個發問問你 她在問她六月份的美甲考試啊 的結果會如何 看起來終於在這次考試是可以過關的 那我們先恭喜她喔 那現在呢考試公佈了 聽說是一個很大的好消息喔 然後我們就讓我老婆來分享一下吧 哈囉大家好 我在六月初的時候呢 參加了夾夾賈斯汀的線上塔羅占卜 當時我問的問題是 我在六月中的美甲俗情檢定考試 是否可以順利過關 那時候呢占卜的結果是好的 然後過程會有一些波折 我那時候半信半疑 但是聽到結果是好的的時候就很開心 我在六月中的時候 六月五號的時候就抱著開心的心情去考試了 然後到了六月十五號當天 進考場的時候 真的太緊張了 我那時候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喔 然後我的手就一直抖 一直抖 一直抖 然後雖然我一直抖一直抖 但是我還是把它做完了 我想說我一定要把它做完才行 所以我就把素科所有的 呃 我想說沒辦法就是 反正都已經去了 就是還是把它做完 然後考完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沮喪 非常的難過 唉 我就想說 可能考不上了 可能沒有辦法通過初級檢定了 但是 是 在前幾天呢 我接獲了 呃 初級檢定的通知 我的初級檢定通過了 登登 登登 一張獎狀欸 第一次考試就合格了 看我的占卜厲不厲害 超厲害 嗯 對啊 呃 非常感謝甲甲小士丁的占卜跟祝福 然後 雖然過程有點波折 但是我還是通過了 所以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非常感謝甲甲小士丁 就是我的老公 謝謝你 嗯 謝謝老婆 正來幫我錄影這一段影片啊 我覺得啊 就是對我有很大的鼓勵 我們在五月占卜這個六月份考試的時候 我們在五月占卜這個六月份考試的時候 多數少少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經理都會半信半信 每每每只要堅持相信下去啊 結果就是會發生喔 所以趕快來招加甲小士丁做塔羅占卜吧 可以預測你的未來 當你的愛情啊 當你的工作 當你生活上有遇到一些困擾的時候啊 趕快來招加甲小士丁占卜吧 我們可以預測你未來會發生的結果 提供給你準確的預測 讓你可以發覺出新的可能性 達到你想要的結果 這樣是很棒 耶 棒棒 歡迎你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收看我的節目 然後來找甲甲甲的諮詢喔 就這樣子 掰掰 等一下 我的工商時間呢 喔 好 我們已經錄了四次了 然後這四次都一直忘記老婆的工商時間 好 接下來讓老婆介紹一下她自己的工商時間吧 大家好 因為我的美甲彩繪技術初級檢定已經通過了 表示我已經有初級的能力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畫的彩繪作品真的還不錯喔 歡迎有興趣的漂亮妹妹們 趕快加我的LINE來預約喔 讓你的手跟腳都變得美美的喔 聽說手是女人的第二張臉啊 除了臉打扮好看之外 如果你的手是咕溜咕溜滑刃的話 你的男朋友都會牽起你的手都放不了喔 是不是 對 牽起的手 有沒有 都放不了 放不了 放不了 記得趕快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 如果你是水水門 加我老婆的LINE來預約做美甲彩繪 掰掰